今天是2021年12月6日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不知道大家周末过得如何呢 小编周末时间听的最多的就是 光亮和欢喜子国际版 小编在之前的视频中说过一个小道消息 是关于音乐盛典米姑会的 当时晚上传言是12月4日 但是很明显时间是错误的 不过这个消息确实是真实的 如今也得到了官宣 周深正式官宣加盟 第十月份的消息 第十五届音乐盛典姑米会 时间是12月25日圣诞夜的七点半 而且周深本次盛典的演唱曲目也出来了 周深大王将会演唱至少三首歌曲 分别是大鱼 光亮和茫茫星河 记得期待 所以截止目前 周深在12月份已经官宣的活动有三个 12月11日在澳门举行的腾讯音乐娱乐盛典 12月25日晚上的音乐盛典米姑会 以及12月31日的B站跨年晚会 当然周深在12月份的活动绝对不仅于此 据说之前还在北京录制了名为春晚有达人的节目 而且肯定还有其他跨年晚会要参加 晚上讨论最热的就是北京卫视和江苏卫视的跨年 相信不多久 大家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官宣结果了 虽然周深在12月份的活动有很多 但是12月份至今 周深还没有发布过一首新歌 不过这倒是提醒了小编 让小编想到了一首歌曲 那就是电视剧《问天路》的插曲《彼岸花》 话说电视剧好像都已经播完了 但是歌曲《彼岸花》还没有完整音频 希望本月有惊喜 视频的最后是一个小提醒 尽管小编已经投票 但希望继续助力周深的歌曲的话 大家可以微信关注央视文艺投票中国top排行榜 海外版的投票就更简单了 只要在FB上搜索相关的排行榜名字 就可以进行投票了 小编一直都没有写海外投票的原因 就是过不了审核 不仅仅是相关的图片过不了审核 哪怕是语音念出来也无法通过审核 这就是为什么小编有时候不能够上图 或者用城市的别称的原因了 周深又一舞台官宣 你感受如何呢 你是否还观见着周深的这首《彼岸花》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精神工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